我上年在同樣這個場合都講過這個問題 就是他的答覆當中 他說從概念而言 小班教學主要是一種教學策略 涉及由教學考慮帶動的教學組合或分組 分組的人數不移一刀切 我上年都講過 小班教學如果你不講人數的話 你說那個是一個教學策略來的 那你放在全世界 我會拗頭的 你說什麼呢 我記得去年王學齡副秘書長曾經回答過我的 回答是比現在這個寫法好很多 但是今年的答案竟然完全全又是一樣 那究竟政府的意思是否說小班教學其實人數不重要 所以到任何情況之下 是可以實質上變成大班都可以繼續用小班教學的名字呢 我想這點是需要局方澄清的 我怎知道今年和去年一樣呢 因為我們教你的原則是一樣沒有變的 分組教學是一個教學的方法之一 我們很多教授很多老師都是這樣看的 所以分組的小班教學只是一個方法學的部分 很多時候如果好的老師呢 用這個教通式呢 一百二十個人一班都教得有效的 這就是老師告訴我 局長的意思是否說 小班教學其實人數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分組 其實大班類都是一樣分組的 我想小班的特質就是人數少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學習的方法 其實是沒有做任何的 我學習的方法 而是有三個流動的 太遜色的方法 我學習的方法 我學習的方法